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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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Max 已經有兩週沒有更新我創作 探索So Delighted的 資訊 那今天就來update Week 2 跟 Week 3的內容 那 Week 2呢 我 從溫哥華回台灣 給自己放假 跟我的家人去日本玩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 一些關於日本的影片 可以看這邊 OK 更多細節你可以去我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會慢慢的把一些影片剪在那裡 那 那 那 Week 3呢 我有五天是待在台灣 然後那五天其實也做了蠻多事情的 但主要是處理家裡的事情 跟自己的採購一些東西 那 本來計畫是要在 Week 3 把我的Introduction的影片 就是處理完 結果發現它花我蠻多時間的 主要是 我要統整一些資訊 然後跟錄影 重新錄影跟錄音 其實都是一件很麻煩的過程 然後最麻煩的是 就是當你完成之後還要上字幕 然後等等後面的Lily Coco 但我也都是第一次學 第一次處理這些東西 所以慢慢的去習慣 那 影片嚴格說起來是在 Week 4 的時候做更新 但 Week 4 還沒結束 我還會持續做一些 創作的內容 那 我在 Week 3 的時候 也蠻幸運的可以遇到 就是幾個台灣的好朋友好夥伴 做了一些 探索So Delighted的資訊的交流 那也感謝大家也都蠻支持的 那我會繼續 投資更多的內容在裡面 那同時 我也有新的Case 就是有兩位夥伴要在12月的時候爬大巴捷山 那我也會在今天明天設計一些 可能我覺得需要去知道的一些內容 像是行前報告書跟 如何看離線地圖 還有裝備的簡單準備 差不多會把這些內容整理整理 然後設計給他們 那希望大家會 希望他們會覺得實用 大概簡單update一下 這週的資訊 然後我現在還在調整我的時差 像我今天溫哥華時間 凌晨4點就起床 然後但是我腦袋一直在想 我要剪輯裡面剪輯裡面 就是 想說起床的時候就感覺很濃 然後 因為剛回來我也還沒去 Broad Street Store買任何的東西 所以 我的冰箱現在都空空的 喝喝 因為 就是 明天要開始上班了 然後 上班 我自己的時間就會變得比較少 但 我還是會好好的 做時間管理大師 挪出時間 投資在這個社群裡面 那 我們就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好 先這樣 掰掰 掰掰 然後 我們下次再見